您好 欢迎来到十点不一样 我是钱力如 我们今天持续带您聚焦的是乌尔战争 乌军现在持续在东部前线奋战 除了包围巴赫姆特 另一条的战线也继续的往前推进 距离俄罗斯占领区 顿内刺客城只剩二十多公里 乌军还告诉来访的美国CIA局长伯恩斯 说他们预计在年底前会收复所有师徒 才会跟莫斯科和谈 乌军苏凯二十五战斗机已经克服技术障碍 挂上美制的阻尼火箭 打击俄军的地面目标 同时地面部队也开着爆二坦克 火力压制俄军的壕沟网路 乌军前线士兵提高警觉 因为俄军的无人机神出鬼没 好险这架无人机撞歪了 俄军现在心急乱打一通 因为乌军已经打到马林卡郊外 距离占领区的大城市 盾内刺客只剩二十多公里 乌军还警告 俄军在扎波罗热不寻常的大撤退 很可能就是要准备炸毁核电厂制造核灾 同时他们也告诉来访的美国CIA局长 伯恩斯说 收复领土决心不会动摇 只是现在要倒大美的可能是瓦格纳领袖 普利格金还有他传闻中的支持者 末日将军苏洛维京 乌军情报指出俄国安局FSB对两人下了格杀令 只是俄军表面上还是撤销了对普利格金的所有指控 这名异议人士当初在网络上不够骂了普京政府 就被迫流亡挪威永远回不了家 对照普利格金的下场 他心思大骂 窃钩者猪 窃国者猴 提议选送不到 好 虽然瓦格纳拥兵集团所发起的叛乱 不到24小时就告吹了 但似乎也让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有所动摇的 面临内忧外患 传出普京已经派人到美国来谈判求和 详细内容我们请教佳琪 而无二战争还在持续开打当中 不过现在俄军的离心 似乎也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内忧外患 传出他现在已经去跟美国来求和了 怎么回事 原来是随着瓦格纳叛变之后 现在普京的权力似乎相对也被削弱了 那么俄罗斯内部派系斗争似乎是浮上了台面 不过香港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员叫袁公怡 他就说了 他说普京解除了叛变危机之后 总统专机就飞到了华盛顿去 因为普京不想要来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谈 他认为美国比较冷静 比较有谈判的空间 但是美国真的要跟他谈 他说现在美国的盘算是 等到俄罗斯内斗去明朗化 他不用外力跟成本 就可以透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这场乌俄战争 那么乌克兰他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他们说他们现在离俄罗斯的主防线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们希望志取用内讧来分散 俄军的军心之后 再来拿下俄罗斯他们现在占领的地方 好 普京历经了瓦格纳兵变之后 也一反常态展现了清明风范 但另一方面恐怕也已经开始铲除一击 传出普京已经对特种部队下令了 要斩首瓦格纳的领袖普里格金 另一方面又有银行家意外坠楼 而这时间点就在兵变的隔天 有诸多一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担忧敌人攻势 恐怕从北方的白俄罗斯而来 因为卫星画面就拍下 白俄首都明斯克东南部90公里外的军事基地 开始大新土木 可能就是瓦格纳流亡军的驻扎地点 但是领袖普里格金真的能全身而退吗 他是俄罗斯年仅28岁的银行家拜科娃 上周离奇从11楼住家坠楼身亡 时间点就在兵变发生的隔天 气人一斗 难道总统普京开始出手整肃异己了吗 普京参加科技论坛出手画了这张 被媒体形容是怪脸 怪的点还有他一反常态的亲民举动 似乎就是想告诉大家 谁都撼动不了他的地位 不过西方国家则是继续挺乌克兰 根据报道美国白宫考虑 援助射程达到三百公里的ATACMS 飞弹系统可以达到俄国本土 还有颇具争议的极数弹 至于能否拿扣押的三千亿美元 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 德国总理肖茲表示还要再研究 与此同时波兰宣布逮捕一名俄罗斯籍的冰球选手 疑似替莫斯科从事间谍活动 再度挑起各国的敏感神经 TVS资产报道 不过就在外界以为瓦格纳叛变失败之后 恐怕会从此溃散吧 但根据BBC的报道 瓦格纳还在持续的招募新兵 而且祭出了月薪二十四万卢布 大约是台币八万六千元 合约期限总共是六个月 我们要再来请教佳琪更多详情 无论战争随着瓦格纳的叛变之后 现在出现了不一样的样貌 不过现在瓦格纳集团 到底是解散了 还是持续在招募当中 目前似乎是倾向于后者的状态 我们等于来看到的是 瓦格纳的创办人普里格金 发动了一日叛变 那么他说当初要抗议的 不是要来推翻俄罗斯总统普京 而是要抗议俄罗斯军队 竟然要让瓦格纳不复存在 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强的军队 所以现在就有出现了 很多解散的传闻 但是有记者实际打到 这个瓦格纳的招募中心去 他们打了十多家 而且说自己是帮一位弟兄来询问 没想到接电话起来的 这个员工就说了 我们组织还在招募新兵 但是这招募新兵到底是 俄罗斯国防部还是瓦格纳呢 他们说是瓦格纳 组织还在独立运作当中 那么自愿者你只要打电话 会安排一天的时间面试 隔日就来部署 而且月薪高达八万六 这样吸引人的条件也让就 外媒记者觉得相当的好奇 瓦格纳集团的兵舰行动宣告结束了 虽然只经历了短短一天的时间 却引发了国际上的震撼 此外在俄罗斯国内 也再度兴起反普钦势力 这也让俄国政局 还有乌克兰的战争 充满难以预测的变数 乒乒乓一阵枪声大作 反而志愿军在南部的别尔戈罗德州 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格莱沃隆镇 发起新一波的武装行动 另外一支小分队则穿越树林 前往冲突地点准备随时支援 反而志愿军宣称 这次的突袭行动非常成功 至少俘虏了一名俄罗斯正规军 跪在地上的俄罗斯士兵 被志愿军武装人员团团包围 并且解除身上的装备 不过抛弃他的同僚 还躲在附近开枪还击 指挥官立刻要求队员们疏散 各自就战斗位置准备接战 反而志愿军参谋长亚历山大表示 这次的突袭行动只是第一阶段而已 因为他们已经为后续的武装攻击 制定好一系列作战计划 要让普清的军事部署偏离正轨 即便现在克里姆林公无心对付他们 因为眼前还有瓦格纳集团的兵舰行动 这应该是普里格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就在他即将离开顿河畔罗斯托夫前 受到许多市民的触勇和欢迎 并且争相和他握手合照 综合多家西方媒体报道 普里格金在闪电发动这场推进行动后 曾经扬言要向莫斯科进军 目的是要惩罚那些自私懦弱 又贪生怕死的军方高层 并且要他们亲手葬送数万俄罗斯年轻人的性命 付出代价 这一次有关正义的行动绝对不是兵变 尽管普清在事发后 已经把瓦格纳的举动定调是叛国行为 但是西方媒体在报道上 却都以骚乱或叛乱等词汇来形容 部分媒体则是称之为兵舰 显见国际媒体是以严谨的政治学定义 来看待瓦格纳的武装推进 西方国家和媒体之所以没有把瓦格纳的这次行动 认定是军事叛变的第二个原因 在于当普里格金决定要和俄罗斯国防部 公开摊牌的时候 是先前往南部军区总部 和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 以及军情局副局长阿列克谢叶夫谈条件 要求会见国防部长邵宇谷 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西方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分析 这一段对话显示出普里格金 曾经试图寻求军方高层的支持 虽然叶夫·托罗夫没有表示同意 但是态度上也不是强硬拒绝 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尔斯 就认为俄罗斯军方内部 其实有一部分是认同瓦格纳的 伦敦国王学院访问研究员马特·维耶瓦表示 如果普里格金选择在罗斯托夫 和沃罗涅日建立根据地壮大实力的话 或许这样的僵局会换来克里姆林宫的让步 但是普里格金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想挥兵北上莫斯科 除了因为极度的愤怒遮蔽了理性 也显示出他言出必行的个性 这是瓦格纳撤出巴赫姆特前 普里格金接受访问时所说的一段话 当时西方阵营并不明白 普里格金所谓的新混战究竟是什么意思 甚至有人认为普里格金是在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岸边少了瓦格纳集团驻镇的俄军 将会被乌克兰的大反攻打得一派涂地 直到瓦格纳的兵舰行动发生后 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普里格金早就预告了 这一场震惊国际的军事推进 只不过仅维持一天就宣告落幕 没有人知道普里格金花了多少时间策划这起行动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普里格金内心对少依谷和格拉西莫夫 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心结 甚至是仇恨 促使他下定决心要清军策 只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下 瓦格纳的兵舰之行 终究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戏剧化方式 画下句点